他說有 ABG 三個水管管子 玻璃桶 然後分別有 5 公分 10 公分 跟 15 公分 好 你注意聽喔 這個題目很重要 他有兩種考題 第一種考題是 他說用嘴巴向管口吹氣發出聲音 然後請問你 如果你在管口發出吹氣的話 請問你是誰在震動 你要先記一下 到底是玻璃桶裡面的空氣震動 還是誰在震動 你是對管口吹氣的話 當然是因為空氣震動對不對 所以剛剛你把它寫上去 就是空氣主在震動 OK 好 那如果你是對管口吹氣 你一知道是空氣主在震動的話 那請問你誰在發那個頻率比較高 還記得剛才我們講的嗎 越細 越短 越緊 越輕的 它的那個頻率就越高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出來 這邊的話是空氣主裡面誰最短 C 所以C的那個聲音反而是最最高 聽懂嗎 好 可是你看第二個 如果假設今天我用的是什麼 敲的方式呢 我去敲旁邊這個玻璃 你敲的時候誰在震動 剛好反過來是水在震動 有看到嗎 是水在震動 那所以請問你 C比較短 A比較短 所以A的那個聲音比較高 所以看到了沒 如果你用管口吹氣的話 跟用那個敲的話 那答案是不一樣的 這樣聽懂嗎 可以了 OK 好 這個接下來就考會考喔 很明顯 我們有請問 可以 儲物 就會沒辦法